享受比赛 去享受奥运 我希望在东京奥运会上 游出自我 放飞自我 破茧成一只最漂亮的蝴蝶 每一个人都有多近的希望 不会有输的可能 但是不会有赢的可能 不管奥运会的结局如何 人生度满满 一切都到场 一定要笑着去面对 今后的生活 未来可惜 我们一起唱首生日歌 一起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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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结束 张雨菲和队友 为主管教练崔灯荣 以及助理教练黄光玉 庆祝生日 其实真的也是希望 今年是奥运会 也希望他们 我不说一定拿冠军 也希望他们能发挥出 最好的水平 孟敢成真 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 第二我希望他白头发长慢一点 不是我气的 千万不要说是我气的 叶诗文 傅元慧等名家 无缘东京奥运会 中国游泳队30人的出征名家 当中23岁的张雨菲 肩负起了摘金夺银的重任 之所以对张雨菲 有这么高的期待 源于去年的一场比赛 2020年9月30号 全国游泳冠军赛 张雨菲100米跌涌 刷新了由刘子哥 保持了11年之久的亚洲记录 赛季排名世界第一 张雨菲一下子 成了该项目奥运会夺冠最大热门 这个成绩 张雨菲和主管教练崔登荣 奋斗了整整三年 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 去年自己能游多快 一年没有比赛了嘛 就是想 我就想去游一下 我就想看看自己能游多少 崔登荣今年52岁 在国家队执教12年 带领陆营 获得了2012年奥运会银牌 2015年世锦赛激励下的金牌 张雨菲今年23岁 早在2015年世锦赛 便获得200米跌涌的铜牌 2017年底 张雨菲师从崔登荣 崔登荣是出了名的技术型教练 对技术细节要求很高 张雨菲又是典型的能力强 技术算不上精细的运动员 师徒两人从合作的那一刻起 就意味着要去改变和磨合 就她的心思我感觉 比女教练还要细腻 然后我反而是属于 有点男孩子性格 就是大大咧咧 粗里粗犷 那种什么事情做完就好了 不会去想太多细节 崔登荣在和张雨菲深聊几次之后 定下了三年计划 2018年技术年 2019年能力年 2020年突破年 崔登荣对张雨菲改变的第一步 就是改技术 这对于一名已经技术定型的运动员而言 是极大的风险 意味着原有的水感 发力方式需要打破 且重新建立 崔登荣拿着拍摄的视频 反复给张雨菲讲解的场面 时有出现 他好像跟传统教练不太一样 就是思想 指教方式更西方化 很多创新思路 刚开始 我只是觉得挺好玩的 就是觉得一个新鲜感 跟别的教练不一样 为了给张雨菲提升技术动作 崔登荣干脆在卧室的墙上 安装了一副很大的投影布 训练结束 师徒两人观看录像 成了非常重要的内容 到后面反应 反应就到时候松开了 你看后面动作 反应就松松开了 但前面有的太紧 反应效果不是很好 我觉得她是我一师一友 然后还像父亲 谁也没有想到 改技术的2018年 张雨菲的成绩不升反价 几乎是掉到了谷底 2019年游泳试锦赛 张雨菲更是遭遇了 人生最惨痛的一次实力 200米蝶泳的成绩 较至2015年试锦赛 拿到铜牌的成绩 倒退了将近8秒 外界一片哗然 张雨菲的表现 和崔登荣的执教能力 不止一次被质疑 我跟她三年了 其实说实话 这三年里面 我大概实际上 跟选她的教练 跟选她的教制导计划 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因为前一年半 我们都在出国外训 跟着其他的外教 哪怕一开始跟她的时候 我成绩不好 甚至下滑 我也没有想过说 去换教练 或者不信任她 张雨菲变得茫然 甚至绝望 尽管依然相信教练 但是两人之间的小矛盾 小争执 开始多了起来 各种吧 无论是在 因为训练的原因 还是有一些生活的原因 就反正总会 因为一点小事 就是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90后 我有我的思想观念 她作为一个老一辈人 她就会给我 传授一些观念 她觉得你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我们俩就会起争执 那个阶段 训练结束 张雨菲做的最多的事情 是在房间弹琴 弹钢琴或者打游戏 我就想不到别的事情 就会暂时地把那些 奥运会的压力 给挣到一边 成绩崩塌式下滑 200米蝶勇 逐渐成为了张雨菲的噩梦 她不敢游这个项目的 2019年市井赛结束 崔灯荣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决定 放弃主下200米蝶勇 改列100米蝶勇 当时也是先说 把200蝶放以后 我们不去考虑200蝶 先针对100米蝶勇 那我听 好呀 那不由200蝶我开心呀 放掉一个这么难游的项目 所以就是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那你让我全程冲 我就全程冲 100米对速度和力量的要求 较至200米更高 这意味着 张雨菲必须提升个人能力 崔灯荣开始实施她的第二步计划 能力的提升 2019年底开始的东训 张雨菲的训练重点 从游泳池转向了力量房 教练也是首先提出了一个想法 他说我们改变一下训练方式 我们注重路上 把自己的体能先练好 然后一路上体能 去带动水里的训练 我说那就试一下吧 于是那段时间真的 他可以说是 为了我的路上力量提升 就是无论上之下之 这些力量提升 他可以让掉自己的水上训练 就说你如果今天真的游不动 那我们水上就减量 如果今天强度游不到 我们就往下减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的路上可一定不能给我偷懒 就经过这样一个动训 我记得有很多次夜里都是 我睡觉感觉肌肉在燃烧 就是疼醒的 我们做有男孩子嘛 就是男孩子做多重 我就想做多重 甚至我还要去超过他 就是跟男孩子攀比的心态 所以那一个动训 力量提升也很快 滚翻 冲回来 滚翻 停 力量训练使得张宇飞的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对于技术和细节的改进 师徒两人也从未停止 为了提高前程的绝对速度 张宇飞努力练习憋气 从勉强能一口气游玩50米迭泳 到用比赛速度完成50米迭泳 过去张宇飞转身后水下腿只有五六次 出水距离不超过8米 并且一出水就换气 这都是多年养成的坏习惯 崔灯荣要求张宇飞转身后的水下腿必须从六次改到八次 要努力潜到十五米 这些都是张宇飞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之前崔导说的很多细节 我只是理解 但是我觉得我做不到 你光跟我说没有用 但是随着自己的力量提升 发现有些东西自然而然就做出来了 就看手的距离 多看 原来不要说你几个 看到黑的角度一个角度 你就走往前看 这堂课的最后一个训练内容是出发练习 看似非常普通的一个技术环节 崔灯荣对细节的要求却非常严格 每跳一次 他都会给张宇飞指出问题 接手张宇飞三年的时间 他的出发反应时 从平均0.75秒 提升到了平均0.65秒 进这一个环节 张宇飞就提高了0.1秒 每次我训练有什么细节做不到的时候 他就很抠细节 但凡有一丁点做不到 他就开始讲我 你做得不对了 你做得不够好 怎么怎么样 我就觉得我很委屈 我明明已经尽力做了 你为什么还要讲我 我觉得他做的很多细节工作 都是我成绩提升里面的启动器 就是我不能说 他当时给我改的时候一定就是对的 但是当我自己反应过来 是不是应该再做点什么 是不是应该再往里滑一点 是不是应该再推得用力一点的时候 那个时候成绩肯定就不只是说 10.1 0.2的涨了 所以它是一个启动器 过去两年多的几点 当技术和能力都推进到了一个平衡点时 张宇飞的训练水平 随着时间推移水涨船高 2020年9月的青岛全国冠军赛 一个脱胎换骨的张宇飞出现了 100米蝶泳打破亚洲纪录 男女混合接力项目打破世界纪录 崔灯荣给张宇飞的三年规划 成果终于出现了 最明显的提升应该就是 蝶泳感觉自己在飞 对 以前是在水里游 现在是在水上飞 全国冠军赛的成绩实在是过于出色 大家都以为备战东京奥运会 张宇飞会放弃赖以成名的200米 改练成绩更好的100米 此时 崔灯荣再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 2020年的最后一天 全国游泳争霸赛 张宇飞报名参加了200米蝶泳 距离他上次参加200米蝶泳比赛 已经过去了400多天 惊喜再次降临 张宇飞在决赛中 游出了2分05秒44的个人最好成绩 也是近三年来的世界最好成绩 那时候张宇飞才恍然大悟 教练原来是用100米带动200米 为了东京奥运会 崔灯荣的三年规划步步为营 当我走到最后 快到最后的时候 回过头来看是这样 但是当我深陷其中 走那一步的时候 我不知道 从去年9月到今年5月 张宇飞在蝶泳项目上 连续游出了世界第一的成绩 表现强势且稳定 不知不觉 张宇飞感受到了外界的关注 以及内心的变化 越来越临近奥运会有 甚至刚开始破完记录的时候 我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还是我 然后回到总局 回到队里以后 我依然觉得自己是那个 就跟以前一样 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当大家会跟我说 拍广告 张宇飞你去吧 什么什么什么活动你去吧 什么什么什么发言你去吧 那个时候我觉得 好像自己的位置有点不一样了 就是受关注的多了 2021年6月19号 游泳队举行了一次测试赛 张宇飞报名参加了 200米蝶泳的比赛 由于身体不适 测验成绩很不理想 张宇飞的情绪非常低落 我们把自己做好 你能去左右别人 有快有慢吗 作为张宇飞的主管教练 崔灯荣明白 测验赛成绩不理想 固然有身体原因 但更多是思想压力过大所致 特别是100米蝶泳 被美国选手胡斯克的成绩超越 面对东京奥运会 张宇飞背上了想赢怕输的包袱 测验赛结束 崔灯荣希望通过谈心的方式 帮助张宇飞卸下思想包袱 美国55秒66那个成绩出来的时候 那一天晚上 可能是我接近心情最崩溃的时候吧 就之前比完冠军赛 我觉得奥运会冠军 基本上可以说是80% 90% 这种收入囊中的感觉 当我看到55秒66的时候 包括还有澳洲55秒93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 是不是不行了 好像奥运冠军就拿不到了 就那天晚上真的是失眠一下 10到4点多 那随着目标的出现以后呢 其实你造成你的思想上的一个波动 但是我们弹开了 我们目标打成一致了 反而我也能为轻松了 我不惧怕 我希望你也不去吧 于是从那天开始 我这一周的心情 真的是轻松了不少 就反而我觉得 我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了 每天过得很开心 再也不会像之前那样提心吊胆 想着我要是输了怎么办 今年张宇飞100米蝶泳世界排名第二 200米蝶泳世界排名第一 2016年里育奥运会 张宇飞200米蝶泳排名第六 今年张宇飞将第二次出征奥运会 两个蝶泳项目 他都具备了很强的夺冠实力 2016年的时候是 2016年的时候有压力 但是压力没那么大 应该是忐忑和紧张更多一点 但是经过这几年 世界大赛参加了多了 我觉得这一次是压力更大一点 但是不会这么忐忑了 不过在我们公寓那边 有一块电子排 它每天就会有奥运会倒计时 我记得我前不久看的时候 还有60天了 怎么今天一看只有30天了 我的天哪 心里一下就紧张了 这么快 就一方面觉得 时间不要过这么快 我还想再好一点 一方面觉得 你赶快快一点吧 不然这样一天一天太煎熬了 我有目标了 我想拿奥运冠军了 反而自己会束手束脚 我就感觉 其实我今年100米蝶泳 在冠军赛场成绩 其实我不是很满意 因为我总觉得差了一点 我没有放开我自己去游 但是到现在我才知道 享受比赛就是 不要去顾及那么多的压力 去有那么多的想法 你只要把你自己做到了 做到最好就可以了 现在的中国游泳队 如果说张雨菲是女子项目的 核心运动员 那么男子选手的领军人物 非徐嘉瑜莫属 在11名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男子游泳运动员当中 徐嘉瑜的成绩最出色 连续两届市井赛100米杨勇金牌 里游奥运会100米杨勇银牌 今年第三次参加奥运会 一定要说区别的话 肯定就是带着一块银牌去比赛 就是这个区别 别的的话没有太大区别 之前觉得还有一年 现在突然就还有一个月 太快了 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 再给我一点时间会更好 但是我又觉得我可以试 现在立马比我也觉得我可以 今年5月初举行的奥运会选拔赛 被视为检验队员 备战东京奥运会状态的重要参考 徐嘉瑜依旧是国内100米杨勇项目的王者 夺冠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52秒88的成绩 拿到国际赛场 显然是缺乏竞争力的 这比他2019年世锦赛夺冠的成绩 慢了0.45秒 在我看来 每一次选拔赛有的好坏 最多是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还有包袱 这是相对的 你有加好的也有坏的 就看你怎样把它均衡 就是把好的拿来自己用 坏的去尽量把它丢开 徐嘉瑜的选拔赛成绩一般 他的国外竞争对手 却接连游出好成绩 前后有四人的成绩超过徐嘉瑜 原本作为奥运会夺冠热门的徐嘉瑜 他也逐渐感受到了外界的质疑声 因为前段时间我们的冠冠赛 成绩不是那么很理想 所以现在跨游会的也没有太大的起伏 然后可能因为现在网络很发达 不经意地也会看到自己的报道 徐嘉瑜不行了 对手很强 因为最近的国外的比赛也在进行当中 都很好 所以对于我来说 反而更加平静 因为就更像我从前的样子 从前的徐嘉瑜 在徐国义教练的指导下训练 和叶诗文师出同美 跟随徐国义训练12年 徐嘉瑜逐渐成为100米洋勇的 世界顶尖选手之一 获得了除奥运会之外 几乎所有国内外大赛的冠军 徐嘉瑜最大的梦想就是 战上奥运会最高领奖台 完成教练徐国义 男女军牛队员奥运夺冠的愿望 2020年7月19号 徐国义教练去世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乱了徐嘉瑜奥运备战的计划 影响肯定有 就是就跟就是出远门了 你远离自己的父母那种感觉 但这种可能是永远见不到了 特别是就是强制性的 让你成长 徐国义教练去世之后 他的爱人楼霞作为主管教练 负责徐嘉瑜的训练 楼霞教练和徐嘉瑜需要彼此适应 互相磨合 在最短的时间内 建立最适应的训练方法 但是无论是训练上还是情感上 徐国义教练的离开 给楼教练和徐嘉瑜的打击 都是巨大的 可能贾瑜的训练多少也有受到影响 因为他这个孩子是一个就是之前 就是比较依赖国义的这样的一个队员 然后当时国义走的时候 他反应也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经过了那段时期以后 我觉得现在他也是在成长 他也是在成长 然后训练也都有非常努力的投入的 自己也很想要在这个 东京的奥运会上有所表现 就是男女 男教练跟女教练的训练的方式 跟训练的态度跟激情 都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习惯了训练的那一种 现在换了一种方式 然后可能还是会有点 我适应比较多一点 这个拿这个组来讲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家长没了 大家长没了 楼霞教练坐在徐国义教练 生前最习惯的座位上 站在徐国义教练 曾经指导徐家瑜的地方 他必须坚强地面对现实 他要替丈夫出征东京奥运会 带领徐家瑜奥运征金 那是徐家瑜的梦想 也是徐国义生前最大的愿望 因为这是他的一个未完成的 可以说是一愿也好 一个梦想也好 因为之前你包括小叶 已经有拿到冠军了 所以他挺希望就是说 男子他也能有一个这样的队员 能够出这样的 达到这样的水平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 就是在替他完成他的幸运 所以我觉得我站在这里 能够站在这个泳池里面 对着大家 面对大家 跟队员在一起 我觉得就是一个 对他最好的一个安慰 最大的一个安慰 让他能够心安 2019年世锦赛之后 将近两年的时间 国内的几场比赛 徐家瑜的成绩都不理想 包括队内测验赛 他的成绩也不算出色 但这无法动摇 他为国出战的决心 无法动摇奥运会夺金的信念 因为那是他们师徒三人 共同的梦想 每一个方面我们都要在 就是不管 我们现在是实施的是 小步前进而不是大步 因为大步容易带跟头 小步小踏实地的 去一步一步往前走 不要出现伤病 不要就是也没有大调整 只有一步一步往前走 每天往前走 稳步前进 我用八个字 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就越到 越成绩越好 越明白自己的使命 应该是 要拿到最高领奖台的成绩 可能比以前更成熟了一些 所以觉得这些 看起来是变异的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可能是一个卸下包袱的 一种方式 特别是就是在我看来 我还是需要亲自挑的学生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使他更希望 是我赞赏最高领奖台 我的竞争对手们成绩是比较优越的 这肯定是会增加自信心的 那么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隐蔽自己去比好奥运会的每一场比赛 7月19号 中国游泳队出称东京奥运会 不仅张雨飞 徐家瑜被寄予厚望 比赛经验最丰富的汪顺 第三次出称奥运会 努力实现每届奥运会 都有奖牌进账的目标 亚洲记录保持者严子辈 期待第二次奥运会之行 能站上领奖台 第一次踏上奥运会赛场的杨俊轩 在两个激励项目上 都具备了冲击金牌的实力 勇者无畏 期待他们在东京赛场 升国旗 奏国歌 为国争光 再次踏上奥运会